最近有不少染疫康复后的民众 出现了记忆力变差或是思考变慢的状况 有专家表示说 吃香菜可以缓解这些俗称脑物的情形 对此呢 有医生认为说 这个香菜富含维生素还有矿物质 再加上料理的时候 常常是最后才放上去体味 不会经过高温烹调 因此营养成分比较容易完整的保留 但是医师也强调了 这个香菜并不是药物 不要期待说可以立即见效 有些族群更是不可以摄取过量 小吃了一家点香菜 有人超爱 但也有人把它视为噩梦 不过近期香菜又引发讨论 因为有专家表示 吃香菜可以让确诊后出现记忆力变差 或思考变慢等患者 减缓脑物的情况这是真的吗 根据一些现代药理的研究 它有抗癌 脑部的发炎有改善作用 脑物有可能是脑的一个慢性的微发炎 那当然神经传导讯号 需要一些维生素 所以香菜的确有助于这个脑物的改善 中西医一致认为对于患者恢复有辅助功效 看看香菜富含维生素C B1 B2等 还有其他矿物质 而且通常香菜入菜 常常是最后才丢上去做提味 不会经过高温烹调 因此营养成分比较容易完整保留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引述国外的动物实验 发现香菜萃取物有抗癌抗发炎的功效 但应用在人类身上有没有这种效果有待评估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有天然消炎的效果 其他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果 像是苹果凤梨等也可以多元摄取 都有助于染疫后恢复身体健康 指申杨文浩特报道 疫情期间水果成为了补充营养素的来源之一 但是该怎么清洗才正确呢 以前是说要用盐巴来清洗草莓葡萄 才可以把农药洗干净 但是有专家就说了 这个盐水会改变渗透压 反而是会让农药跑到蔬果当中 而另外常见的小苏大或是醋 也不可以用来洗水果 因为农药是复合型的 没有办法栓减综合 反而是让农药附着在水果上 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水 再搭配上平常洗脸用的新链刷 才可以带走残余的农药 好 来 谢谢 从传统市场或超市买回来的水果 该怎么清洁才不会把残留的农药吞下肚呢 就直接用水灌然后搓一搓 葡萄 番茄 味道一颗一颗的时候 就这样搓一搓 用盐巴水泡一泡只会走 担心有农药残留 许多民众习惯用盐巴水来清洗水果 不过专家看得直摇头 因为这动作不但不需要 可能还有反效果 这些蔬果的农药最多的还是水溶性 你加盐的时候会改变渗透压 反而让农药跑到蔬果 那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们加这个小苏打或醋来酸减综合 其实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农药是复合型的 并不能够酸减综合 除了盐巴很多人爱用的小苏打 醋 臭氧肌也通通都NG 专家透露洗水果方式其实很简单 先在干净水盆中装满水 将水果放入后 接着用平常洗脸用的洗脸刷 刷洗一下再冲水清洁 因为洗脸刷的材质比牙刷更柔软 比较不会刷伤水果 用清水就可以 但水量也要注意 并非所有水果都要用流水洗 只有像是草莓表面叫粗糙水果 需要用约一根竹块的水流量 清洗12到15分钟 正确洗水果才不会适得起返 也颠覆了民众的既定印象 这场沛与杨卫大台报导 雨月梅雨带来丰沛的雨水 造成了榆林的农产品是全面受灾 除了瓜类 食用玉米 现在花生还染上了黑腹病 还有白捐病 出现了结果率不佳 果价变黑 果仁腐烂等状况 说怕说下雨会造成病菌的扩散 专家建议已经有病害的农田 最好可以停种一两期之后 再重新栽种 从田底采起来的花生果价发黑 已经烂掉 还有的是果价稀疏 甚至像发霉一样长了白毛 进一步剥开果价 里面果仁腐烂 果仁很小 也有不少是空包蛋 花生种植月120天则又可以采收 今年因气候关系 成熟期延后约十多天 进入采收期却又遇到连续降雨 土壤泡水太潮湿 加速病菌扩散 这片花生田损失超过两成 本身是属于一个病害 简单的拔了几株之后 大概都超过两成以上 都有这种病害的影响 国家发黑长白毛 是典型的黑腐病 白捐病 这是花生常见的病害 专家建议已有病害的农田 最好能停种一二期后再种 另外使用玉米开花期 遇到降雨 造成受粉不良 青葱也因田间泡水 导致苗珠腐烂 损失都超过两成 已达现金救助门槛 花生病害恶化减产 是否与降雨有关联 农粮鼠还要再判断 记者郭正义有您报道 好 还有来看到 花了上千万元买违建的房子 台中北屯区 最近有一笔法牌物 是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一栋五层楼的透天措 它的建坪是197坪 但是当中却高达了 176坪是违建 有投资客 花了1800多万元买下 让人觉得很讶异 说为什么要花大钱买违建呢 对此房积验者就分析了 因为这个地点临近了公园 又加上附近 还有土地可以整合开发 换算下来土地一坪是在 35万到45万之间 以附近的行情来看 其实不算贵 北屯区和祥街上 放眼望去 一整排只有这栋五层楼高的透天措 格外突出 最显眼 原来它有绝大部分 都是违章建筑 仔细看这栋透天措 地坪44坪 但建坪一共197坪 其中就有高达176坪是违建 等于五层楼就有四层楼都是违建 不仅如此 原屋主因为欠债 遭到法院强制执行法拍 15号二拍竟然以总价 1891万元标出 但令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上千万元 买栋大违建呢 它后面有领了三块林地 有整合的条件 所以它是有开发强度 跟一个公园的一个便利性存在 房积业者就分析 换算下来土地一坪 介于35万到45万之间 以附近的行情来看并不算贵 至于违建部分 还有机会申请补照 可能它检讨之后 有一些地方要拆 有些地方要做什么处理 就看相关规定 花近2000万 买21坪的法拍屋 送176坪的违建 只是违建本身 估价连市价的三成都没有 若是分成套房出租 以当地的行情 一间大约能租七八千块 当县城的包租供也不错 只是违建不知哪天被拆 这风险屋主还是得自己承担 街江吴府燕台中报道 本身的天岩 也不错 部阪玉 大约能租 有什么县iley 我们这家带去补照 因此 我们这家带来看 咱们不知